嘿好久不見 約董哥來的朋友 我是雅雅雅 嗨 約董哥來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曜全耀 好正常喔 飾演就是本身老師 那我在裡面飾演一個是可以解讀 你Sigma檔案的一個 藝術家氣息的神秘男子 我就是一個王牌獎名 你願意讓所有人都得到幸福的最高境界 當作此生努力的目標嗎 我願意 你願意成為西格馬教的守護使者 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把它發揚光大嗎 我願意 你願意追隨本身老師的指導 不斷開悟 不斷提高生命的層次嗎 我願意 你願意與西格馬教奉與同行生死相隨 並把它當作世界上最珍貴的寶藏 謹守對他的命運吧 因為他就是演一個像是教主一樣 他有非常多信徒 大家都要相信他 崇拜他 膜拜他 所以在飾演這樣的過程中 其實你會感覺到 自己在那個角色的時候 其實大家對你都是非常尊敬的 然後像我在裡面有一個是非常困難的事 我覺得他的台詞非常非常多 但是我真的很少看到在電視劇集裡面 有這麼長篇幅的一個獨白的台詞 全入我真的就是最輕鬆的 因為你什麼都不用 你要把衣服脫完 然後穿上他們給C支褲 然後那個絲襪包一包 我覺得全入我真的是最輕鬆的 絲襪包一包是 就是包 把重要部位包起來 對 因為我們有全入鍋的經驗 怎麼包啊 怎麼包啊 絲襪就是有一個袋子 有需要先去 把整碗這樣包起來 有需要先去鼎太峰打工嗎 你可以叫怎麼包 做個SPA 對 我未來要接這個 這種有全入的角色 我要知道怎麼 就是 就畢竟我就是 需要大一點的Size 開玩笑 大一點 不想理我 不用再圖文 這邊會剪掉 我是費木齊 我飾演的是大明星 也就是類似我本人的角色 就是 對 在裡面就是一個很帥 然後但沒有自信的人 但我現實中是有自信 趕快撇錢 有一個節目真的是非常嚇到 但是我確實有驚訝 我自己在這個角色裡面 有的時候會忘記自己在幹嘛 就是這個人 對我壓著這個人 在裡面 就是 前面 尋耀有講到一個 我也是印象深刻的事情 就是我們在螢幕堆前面 然後我記得 我那天拍完我只記得 是田中千惠抱我而已 但是我回家看袋子的時候 突然他有抱我 祝你幸福 所以我不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我那時候是 情緒是非常崩潰的 因為我的經紀人 從第一季就離開我 所以他一直是一個 勾引我情緒的很大的 一個重要的角色這樣子 所以只要提到這個人 我就會開始 很滿 很想哭 很不捨 很對不起這樣子 請問你跟死者 三島長月的關係是什麼 是我經紀人 我們從一開始就在一起了 你一開始 剛接觸這個網路世界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適應 你會覺得哇 怎麼都能亂講這樣 然後有的時候攻擊也不是你 不是要給你意見 而是隨便亂攻擊的時候 你是很相信的世界 你也怎麼的醜陋 九二九是 你會發現你 如果釋出了更多的善意 回來的應該也都是善意 所以是慢慢慢慢 把這些東西堆疊掉 然後 讓大家知道 在我這邊是可以開玩笑 在我這邊是可以盡情的 就是 make fun of me 但也沒關係 就像朋友一樣 我自己現在是這個做法 因為我覺得人都是很可愛 很常看到 就比如說 整部片都很棒喔 但就是 男生長太醜 而且這種不是一次 是非很多 真的很長 那你看到也覺得 喔 太醜 整部片都很好看喔 但是 之類的 我都會在看 超越看 真的 但這種的時候 真的就看一看 但也就這樣 你也不知道他是誰 那他可能今天經歷了什麼 或是他只是 就是想要 覺得你很醜 但我覺得這都 都OK啊 這根本就是 有時候就是 一日 他就是一日 粉絲啦 就只有看那一個新聞留言 其實他平常沒有在 在關注你這樣子 醜也有醜的帥 對啊 金語彬也是醜帥醜帥 醜帥第一名 剪刀石頭 那時候不 那時候不 好 來 如果有機會 能大罵經紀人 你願意像劇中的角色一樣 標罵不雅自演嗎 我願意 你罵一下 常常罵 如果我選你選擇 劇中耶阿倫的角色人選 你會選擇別人嗎 我 而且你已經想好 能取代他的人選 我願意 那人要說是誰 誰 吳跟林 欸 讚讚的 你願意被鬼鬼吳英傑放高利貸嗎 再加碼被他奴役一輩子 不願意 打他 欸太小了 太小了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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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願意 因為為什麼不願意 他會很吵耶 他會吵到我要還錢 我借高利貸 我就是沒有要還錢 對不對 你願意去前女友的婚禮現場 去找新郎大聊你們的感情故事嗎 我願意 聊啊 你怎麼對不對 對啊 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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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嘞 你願意帶姚春陽一起到娛樂百分百 無仇宣傳嗎 不願意 打下去 要有仇啊 怎麼可能無仇 無仇我肯定要不到 如果我願意收視超越華燈出上 你願意用吳康仁的寶寶裝扮 大跳現代舞嗎 當然願意 好 你願意去除全身的毛 樓體上陣 演出藝術愛情動作片嗎 包含頭髮嗎 包含頭髮嗎 包含頭髮 全身的 我願意 我願意 你如果同時和一樣 若為金鐘最佳男主角獎 你願意退出比賽 把一切光榮都給他嗎 我願意 哇 換獎金給我 哈哈 哈哈 OKOKOK 可以可以可以 你願意當一個沒有言辭 還沒有學問 為人又低級的富豪嗎 哇 不願意 差點要收 我願意 不願意的地方在哪裡 我不能低級耶 對 不能低級 只要沒言辭又沒學問是可以 可以可以 哈哈哈哈哈哈 可以 如果在現實生活中 你願意成為幸福 持光動力會的幸福嗎 我願意 哦 因為可以拿到飛沫戲 哈哈哈哈 在那邊 聊 嗨 大家好 我是亞倫 我是姚春耀 我願意 在中華電視系MOD 還有Hunby Video 要終於正式跟大家見面了 那這部戲裡面其實呢 我是飾演一個 跟自己蠻貼近的一個角色 但是他的曲折起伏呢 非常大 情緒起伏很大 然後 有人說 他當 瞬秘片在看 我覺得也不妨 因為信仰其實本身 帶了很多的正面 跟負面的可能性 那這可能性當中 就由我們的本聖老師 帶領大家 決定你要不要信 嗯 所以七月二十九 每週五晚間八點 請大家鎖定這個 非常會震撼人心 而且是你前所未見的 話題之作 假日的台語怎麼講 嘎 嘎 嘎 這就是火力 然後假日而已呢 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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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